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就是機器學習的方法 是我自己個人覺得啦 從數學的角度來講 就是所有機器學習方法裡面最難的一個這樣子 不過他真的很神奇啦 等一下你們學的時候你們就會知道了這樣子 好然後那我們首先先來講一下 我們上一節課回顧一下我們上一節課講了什麼 我們上一節課是不是講了Decision Tree跟Random Forest 當然我們還有比較之前的邏輯思維歸啦對不對 那我們發現這種Tree Based的模型真的是 蠻有用的對不對 準確度提升的還不少嘛 尤其變成Random Forest的時候對不對 好那在開始之前我想問一下大家 大家應該非常清楚這種Tree Based的模型 他是怎麼去演算的嘛 就是因為我們有實際自己用回圈做過了對不對 對不對就是先 最開始的時候就一群樣本這個樣子 他就找每一個變相 看哪一個變 看哪一個變相可以找到一個最好的切點 然後對這群樣本最好預測能力對不對 所以他先找出第一個變相 再找第二個變相 再找第三個變相對不對 他是不是這麼做的 好可以齁 好這樣做有什麼問題 可不可以想一下你在做邏輯思維歸選變相的時候你是怎麼做的 你是不是這個方法是不是有點像那個什麼 什麼Stepwise之類的方法對不對 先選1再選2再選3 欸你有沒有曾經有這個疑問啊 那 那 也許第一個最重要的變相是A 那第二個最重要的變相 如果 已經選了A了 那第二個可能會選到D好了 這樣好不好 那就A跟D 兩個變相 那Performance 預測能力假設是60%好了 好不好 那 會不會 有一個B加C這個組合 他預測能力超過60%欸 你們有沒有曾經想過 有沒有可能有這個問題 有人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嗎 覺得選變相 為什麼要第一個選 第一個最重要 然後Based on他再選第二個 你有沒有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狀況之下 一個組合 然後 他單獨看都沒有效果 但合在一起就是有效果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們今天就demo一下這個可能性好不好 我們今天一開始就demo這個可能性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可能性 來 這邊有個X1跟X2 這個X1跟X2喔 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這個 很明顯 這個Y是由X1跟X2組成的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這個Y是由X1跟X2組成的喔 X1 加上X2 減掉2X1X2 這個Y很明顯的是由X1跟X2同時組成的喔 這樣可以吧 所以 如果同時用X1還有X2來預測Y的話 那Performance絕對是非常好 對不對 但是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我現在來做Table X1 Y 有差異嗎 有差異嗎 沒有差異對不對 Y跟X1沒有關係 對不對 有差異嗎 沒有差異 我們完全看不出來它有任何差異阿 除非我一起放 X1 X2 Y 看到有差異了吧 有某些格值是250 某些格值是0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們知道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有多嚴重嗎 如果用TreeBased的Model的話 按照我們現在的 這樣一個X1跟X2的 這個 這種組合的話 我們現在用TreeBased的Model 就是我們上一節課不是學Decision Tree嗎 我們用X1跟X2同時預測Y 來試試看好不好 什麼都沒有 完全預測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找不到第一個重要的變相阿 你懂我的意思嗎 它兩個變相 它射取了一輪之後 發現這兩個變相都一樣的 無關 都跟奧看無關 對吧 所以TreeBased的Model 是不是就爆了 可以了解阿 這個問題是什麼 我們現在把這個東西阿 叫特徵相依性 你可以這麼想阿 就是有時候 我們現在想要預測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現在想要用 我們現在總共手上有10個變相好了 我們現在要預測一個 Y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很有可能裡面會有 這個最重要的變相 它並不在最重要的組合裡面 這件事情 這樣懂了嗎 特徵相依性 這件事情喔 在這個流行病學上 大家會教它交互作用阿 好不好 特徵相依性 但是 我剛剛舉的當然是一個非常極端的例子 好不好 這個極端的例子 讓你發現 你怎麼看都沒有差異耶 就是你 跟X1沒有差異 跟X2沒有差異 但他們兩個合在一起就是有差異耶 你聽到這個例子之後 你有沒有開始懷疑自己選變相的方式 會不會有問題 我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選變相這個東西 確實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好不好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好的解答 不過我這邊只是先告訴大家說 有這回事 有這個issue喔 所以Tree-based的model不好 Tree-based的model 最大最大限制就是這個問題了 好不好 那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阿 有沒有人有idea 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窮舉 任何組合我都做 喔靠 如果100萬個變相欸 C100萬取2喔 啊三個的組合C100萬取3喔 那你給我一台超級電腦都算不完 對不對 不可能窮舉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什麼好方法可以做這件事情 好我來給大家講一下 好方法在哪裡了 來 好方法在阿 我們 呃我們其實可以 用一種叫特徵工程的方式去處理 好在我講特徵工程之前 我們先來看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阿 這個例子你看一下 這個例子是 Y跟LR1是絕對的關係嘛 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圓 對吧 可以嗎這是一個圓 可以吧 看得出來吧 圓裡面的是紅色 圓外面的是藍色 對不對 那當然 你如果單看X1跟Y有沒有關係 無關 因為你怎麼切都無關嘛 對不對 單看X2跟Y有沒有關係 很抱歉還是無關 這樣可以嗎 他們兩個就是要一起看才會有關係 那 因為我知道它是圓 因為我知道它是圓 所以說我可以怎麼來做咧 注意一下阿 我這個時候加個交互作用項是沒有意義的喔 好不好 因為加個交互作用項 加個交互作用項 你看到的圖就在這裡 它最後一個軸是X1乘X2 它有一個很好的分開的邊界嗎 注意喔 我在用邏輯思惟規規的時候 它必須線性分割喔 它沒有線性分割的邊界對不對 我怎麼樣才可以讓它有線性分割的邊界 我需要做的是 X1平方跟X2平方 如果有維度擴增的方法 是用X1平方跟X2平方 看到了嗎 線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了解有在說什麼嗎 好 所以阿 我們了解到一件事情 我現在這邊沒有教大家寫程式 我只想介紹大家一個非常重要的issue 這個issue叫特徵相異性 就是阿 我們其實阿 這個有很多變相 是A加B大於C加D 阿但是C又大於A 又也大於B 這樣可以了解嗎 但是阿 我們又很難去找出A加B 我們的解決方法是 給它一些什麼交互作用項阿 給它一些什麼 我們在做統計的時候 都只會給交互作用項嘛 只會相乘嘛對不對 現在看起來有很多狀況 也不是相乘能解決的阿對不對 就來說像這裡就要用平方對不對 所以知道難點在哪裡了嗎 來難點來 難點在於阿 這個 好我們在講這裡之前 我們先講難點在於 這個 我們現在遇到了什麼問題好了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我們 必須 我們如果要用這個 我們如果要用這個 呃 非線性的統計方式 非線性的統計方式 實際上阿 就是把你原來的資料 把它做資料擴增 什麼叫資料擴增呢 我們不要叫資料擴增 資料擴增是有其他用法 我們叫特徵工程 也就是額外的給它增加幾個變相 你懂意思嗎 比如說再給它平方向 再給它交互作用項 再給它什麼項 這樣子 這樣懂嗎 好可是問題是 你做資料擴增 特徵工程這件事情 它有指徑嗎 你可以用無限多種組合方法 你取個LOG也加一個好不好 對不對 我完全沒有指徑嘛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這是我們唯一解決的方法 就是 我們如果想要做非線性分析 我們一定就是做資料 就是特徵工程 然後再用線性方法去處理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很大的issue 這個issue是在 1992年以前 完全沒辦法解決的事情 所以我說 等一下我們學這個 學的這個 機學方法 數學很難 就是在這樣 在1992年以前 完全沒有人解決得了這個問題 就是 如果現在想做非線性統計 那我就要 我就要試圖做特徵工程 那我又沒有什麼很好的特徵工程方式 對不對 那所以就遇到問題了 好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1992年的這個工具 怎麼去解決了好不好 這個叫support vector machine 所以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的核心邏輯 是在做什麼呢 原來是一個低微的空間 它的分割線是不規則的 我如果有能力做特徵工程 把它投影到高微空間去 那理論上它就有機會被線性分割 這樣知道嗎 所以 這個support vector machine 就在做一件事情 試圖 把這個 低微空間的數據 打到高微空間 在打到高微空間的同時 做出線性分割 這樣可以嗎 這樣了解我要做什麼了嗎 好 了解我要做什麼的時候 我要繼續喔 因為現在我們開始要進入這個 注意大家看講義 今天有26頁喔 今天的分量比之前都多非常多 好不好 今天如果我們上到4點 那還是繼續上下去了好不好 還是有人他媽要上課 好啦我們盡量好不好 我們盡量 今天的課很重要 我覺得很重要 好來 在我們會做 非線性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之前 我們先做基本版的 在1963年的時候 support vector machine就被 發展出了 線性版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而且我告訴你們一件事喔 那個一開始發展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時候 發展的人簡直就像智障 比羅基斯會會更加不如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他有不多不如了 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首先 首先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4個點 分別是藍點跟紅點 那我現在 我現在只要做線性分割就好了 我現在要找出一條線 我現在找出一條線 可以把紅點跟藍點分開 請問一下 我線要怎麼畫 請問一下 如果你是個人的話 你要怎麼畫 這邊隨便畫一條嗎 有沒有一條最好的線 最好的線在哪裡 可以告訴我嗎 中間怎麼畫法 大概這樣畫 可以嗎 為什麼大概這樣畫最好 來 往下換 這一條看起來就不好吧 這一條看起來就比較好吧 為什麼 來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就把它數學定義出來 這樣我們等下後面才有辦法做 為什麼 大家可以接受這件事嗎 下面這條線比上面這條線好 大家可以接受嗎 有沒有人不能接受的 可以齁 好 不好 好在哪裡 好在我們把虛線點上去 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虛線點上去 這個虛線離這條線的距離最遠 這樣懂意思了嗎 這條虛線離這個直線的距離最遠 如果你在這裡 你把虛線點上去 那這個虛線這樣畫下來 這個是不是離得很近 不理想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說 這一條線我們很喜歡 因為 如果我們以它為 中心 然後畫出兩條它的平行線 然後並且去 碰觸最接近的點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 這個虛線的距離要最遠 這個有點難 有點這個 這個 這個優化的目標有點難解釋 難理解對不對 你有沒有注意 我們現在在做那個 統計方 我們那個 前幾節課在教統計方法怎麼算的時候 是不是 首先我要先定義出預測方程式 接著我要定義出優化目標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的優化目標非常的奇怪 很 也許你覺得還算蠻合邏輯的 但是的確是有點奇怪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繼續 繼續往下 那我們要怎麼找出這條線呢 這個就有點難了 首先 這一條線 這條線 它的 結距是0 斜率是1 那我要怎麼計算 線跟點的距離 我要怎麼計算線跟點的距離 線跟點的距離 我們必須透過 我們來先做一個簡單的轉換好了 我們先把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定義成 W0 加上W1 乘於W2 加上W2 乘於X2 等於0 這一條是主要出現 當然W0 W1 W2 這個可以是任意的 任意的組合 這樣可以吧 只是 會有某一個組合 剛好就是這條線 這樣可以嗎 一定是這個樣子的嘛 好 接著 W0 加W1 乘於X1 加W2 乘於X2 等於1 和等於-1的時候 分別就是這兩條曲線 好那個 W0 W1 W2 這三條線是共用的 對不對 那這三條線共用 然後 我們就是要找一組 W0 W1 W2 在這樣一題的條件之下 那個W0是1 W1 是-1 W2 在這樣條件之下 我們可以畫出這三條線 好 那我們 把式子改寫之後 我們其實就可以 來 我們可以去計算它的Distance 注意這一個Distance function 注意這Distance function X1 X2 這是點的 點的座標 這樣可以吧 W0 W1 W2 這個是 線的方程式 對不對 我要怎麼計算它的距離 我需要用到 距離公式 這個距離公式 是向量距離公式 像點 點線4 點線4 這個距離公式 我們就不要驗證它 好不好 我們就假裝它是對的 可以嗎 好 當你注意一下 當我們這樣RUN完之後 你會發現 現在 00這個點 它的距離是0.7 對不對 然後咧 我們如果把X1 跟X2 0.7 0.7 0.7 1.4 我們取最小的嘛 對不對 因為最小的是我們離 離我們線最近的那個點為主 對不對 離太遠的我們不管阿 它已經夠好了 對不對 我們取最小的 來 如果我現在隨便把這個 換一個數字 920.5 最小值是不是變0了 這不是我要的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我現在故意把這個1 改成1.2 這個最小值是不是變0.5了 所以阿 你現在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了嗎 我們試圖 找到一組 X1 W1 W0 W1 W2 讓 我們現有Sample裡面 最小的距離 要最遠 可以嗎 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你絕對 我跟你們講 你們可以再試久一點 你們絕對試不出一組 比 1-11還要更小 1-11 它的極限距離是0.7 如果你沒有辦法理解數學式 你就要好好理解一下這張圖 你找不到第二條線了 這樣可以嗎 可以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好 那 來 注意一下 這個距離公式裡面阿 有一個很討厭的地方 叫絕對值 這個絕對值阿 絕對值是一個很討厭的地方 因為 顯然這個距離公式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優化的目標 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要優化的目標 有絕對值 有絕對值怎麼優化阿 有時候 你懂意思嗎 它的極值在一個很莫名其妙的地方阿 所以我們有沒有辦法把絕對值消掉 答案是可以的喔 大家想一下 我們的Y阿 Y有時候是1 紅色就是 紅色就是 負1嘛 藍色就是1嘛 對不對 欸 我們可不可以把Y撐過來阿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希望紅球都在某一邊阿 藍球都在另外一邊阿 那我就把 我就 那我就規定紅球 我就是要在 負的那邊 那這樣他就撐上負1了嘛 對不對 藍球就是在正的那邊 那這樣不就好了嗎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式子改寫成這個樣子 看著喔 剛剛是ABS 改成了Y對不對 好現在我的Distance function 我就變成改成 好這裡就這樣Y 算出來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喔 好 那我們繼續 所以阿 來 我們現在來寫一下 這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的距離公式 這一個距離公式喔 Distance 是我們的距離公式喔 這一個距離公式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要讓這個 找出一組W 讓這整體的距離公式的 最小值最小化 最小值最大化 這樣可以嗎 我每個點都會算出一個距離 對不對 然後我要讓 所有的點 最 裡面最 小的那個距離 要讓這個東西最大化 有點難懂對不對 來再看一次我們的過程 來 這是我們的距離公式 點帶進來之後 最小值是不是它 現在只有0.56 我們換一組 我們換一組 好現在最小值是不是它 0.63 所以這個比這個好 這樣可以嗎 1.1 1 1 好現在最小值是多少 0.6726對不對 所以這個比這個 喔比這個稍差一點 但比這個好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然後我們再來1.1 我們剛剛講哪裡啊 好你要記住這件事啊 就是我們的優化目標 真的是很奇怪 我們的優化目標 這個式子對不對 然後這個式子 來我們現在把優化目標寫下來 這是我們的距離對不對 這邊就不用抄啦 我不相信你們抄了 聽得懂啦 好不好 你們就 看緣分 看就是 看緣分這樣子 好來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個是我們剛剛的這個 我們剛剛的這個式子對不對 然後我們規定了什麼 我們是不是規定了這兩條線 分別是1跟負1 對不對 可以嗎 1跟負1的地方 這是我們規定的喔 這是我們規定的喔 這樣可以吧 那 所以說 最小的那個值 最小的那個東西 它一定要大於1 它如果比1還要來的 比1還要來的小的話 這樣子我們這條線就失敗了 對不對 所以現在有兩個條件喔 第一個條件是 Y乘上距離 就是把點帶進來的話 我不可以在1以內 1跟負1 正負1裡面 這樣可以嗎 為什麼 不然的話 這個我的定義就失敗了 不然 你當然可以把這個1改0.5啦 好不好 可是這樣很智障 我們不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 我們就 規定好了 我們現在找出的W 必須滿足這個條件 W跟B W跟B同時要找 接下來 我們要 把所有的距離都求出來 把所有的距離都求出來 並且取得它的最小值 然後要讓 這個東西要最大化 很智... 很智障啊 這個看起來 完全聽不懂 數學在講什麼對不對 我跟你們講 你們聽不懂沒有關係啦 但是你們了解一下前面那個過程 好不好 它在怎麼早點的 你如果不會求解 你至少會帶數字嘛 這樣可以吧 那... 當然 我等一下一定會設計好的 Ego你的 去把那個東西解出來 但是 如果你不會解 你至少要知道 它的邏輯是什麼 它在找什麼東西 這樣子 讓這個東西最小化 這個東西很重要喔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完全聽不懂 為什麼它叫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對不對 什麼叫Support 什麼叫Vector 什麼叫Machine 你們通通聽不懂對不對 等一下 一系列的講解下來之後 你們就聽得懂了 好來繼續 好那 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 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東西都要大於等於1 對不對 這個 我們 這個 所有東西都要大於等於1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 這個 這個 這個條件 就可以把它改寫成這個 就把這個 這個改寫下來 這樣可以嗎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們本來是取它導數的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 這個是 這個 這個是 這個 這個是 距離公式 這個 這個 距離公式 這個 這個可以嗎 這個可以嗎 會不會太難了 任何一個點 要計算它 離原點的距離是多少 如果那個點是AB好了 A平方加B平方 開根號 可以吧 可以嗎 所以每一個點的 向量 一個向量 有很多個數字 對不對 它的距離 它離原點的距離就是 每一個都平方 再累加起來 最後再開根號 可以不開根號 有沒有開根號 意思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式 把它導數回來之後 它就變 W T乘上W 對不對 這邊有二分之一 這個二分之一不重要 等一下 反正它就是等著被約掉的東西 然後我們本來是最大化 變成最小化 這是我們的目標求解公式 好 我跟你們講 這個部分 你們 短時間要吸收 HBK的事情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那個 假設 假設我們有足夠的時間 一般來講 support vector machine 這個東西 從數學園理到實際運用 這東西可能要講半個學期 這樣子 這東西很難 可是我們 我們今天公會所不用搞成這個樣子 好不好 我們簡單的review一下數學園理 你們大概了解一下概念 然後等一下我會問你們一些問題 我確定一下你們是不是了解 這樣子 等一下你們看練習題做不做得出來 你們不知道是不是了解 好不好 那個 今天的練習題 比前面的會難上一點 這樣子 好不好 所以我們的目標 已經改寫了這個樣子 這個數學的轉換 如果 我是建議 回家好好看一下 好不好 這個 我老實講 我們以前去 找工作的時候 找一些外面的工作 人家問你說 你做AI了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support vector machine 你幾乎大家都會問 你 其實你不用很會 你只要會一點點 人家就 人家就問不下去了 這樣子 好不好 還是了解一下 因為support vector machine 很難啊 你只要這個會 我們都不相信你其他不會 這樣子 好 遺憾的是啊 這個 試指 如果只單看上面 可不可以用T度下降法 可不可以用MCMC 可以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加了一個條件 這下完了 這個我沒有辦法用 沒有辦法用T度下降法求解 好所以來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 如果 你今天 就算你什麼都不懂 你對 等一下我剛剛講的那些數學過程 本通都不懂啊 好不好 你現在要記住第一個關鍵字喔 就是這樣 會讓人家覺得你很懂 就是 來 我們現在要求解 支持向量級 support vector machine 要用的方式叫二次規劃 從來沒聽過這東西對不對 沒有關係 記住這個turn 這個好像你們記住了什麼 最大概是故技法啊 記住了T度下降法啊 記住了MCMC啊之類的 我們是用二次規劃求解 這個二次規劃求解 來 這個是在Wikipedia介紹 我把它貼了下來 好所以我們要用二次規劃求解 這個部分 比較難一點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套件來做 來 Library這個條件 看著喔 來 這個套件 你看一下 我們總共有四個sample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二次規劃求解的話 我們需要什麼 它的二次規劃求解是 目標是 AX小於等於B 然後的條件之下 要解這樣子一個式子 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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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是多少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把這個式子 跟上面這個式子 做一個 互相對比 你發現 這個式子跟這個式子 是不是非常非常像 像在哪裡 這個A 這個A是不是就是 這個A 這個A矩陣 我們把這個A矩陣弄出來好不好 來看著 這個A矩陣 這個A矩陣 是不是就是 這個 每一個點 來 A矩陣在 A矩陣是 這個 我來看一下喔 我們這個 中間這個X 是我們要求解的東西 對不對 這個W 是我們要求解的東西 所以這個 Y全部乘進去 Y全部乘進去 這個B我們可以把它當1 這樣進來之後 我們這個 是不是這個 呃 這個 這個就是 截距 這個就是截距 這個截距乘上Y 所以就是 只有正負號 對不對 截距就是1 這個就是 X1 這個就是X2 你現在看到它有正負號 我只是把它乘上了 Y 這樣可以吧 因為這裡要乘Y 這樣可以 這裡要乘Y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 Y是正1或負1嘛 所以我 把這個 志向量機 我的求解 我帶到下面這個 二次規劃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要把我的A 我要把我的A 變成 這個樣子 這樣懂嗎 我現在以後 我找到任何一組 X1 X2 我再把剛剛的X1 X2把它拉出來好了 我找到任何一組 X1跟X2 還有Y 我都可以產生A矩陣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可以吧 接著 來 A矩陣求出來之後 還有一個 在這裡面還有一個 是不是還有一個 B就很簡單 B就是E 這樣可以嗎 B就是E 因為我這裡就是E 所有都要大於等於E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的B在這裡 我的BVector 這裡 有幾個Sample 我就Repeat幾個E 這樣可以嗎 我的B在這裡 好 那我的 我Q矩陣在這裡 然後 A矩陣在這裡 B在這裡 好還有什麼東西我要求 來 這裡還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Q矩陣 對不對 Q矩陣完 還有一個C 可是C在這裡沒有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 C把它帶0 這樣可以嗎 C矩陣帶0 C矩陣帶0 所以這個DVector Repeat了0 N點位的次 這邊可以接受嗎 我帶0 因為在這裡是帶0進去 那我們的Q 要怎麼求呢 來Q 看一下Q怎麼求 這個Q 是不是就是 2分之1一樣 對不對 然後XT 乘上X 中間有個Q 所以這個Q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Q長成什麼樣子 好不好 這個Q實際上 就長成這個樣子 中間是 中間是 這個 有一個 這個 因為我們在求解的時候 中間不可以帶0矩陣 好不好 所以我們 給它一個很小的數字 這個很小的數字 我們把它 就是 我們的 我們把它 這個 就是 我們把這個 很小的數字 就是很小的數字 就是這個 5的 5的 5乘以10的 -6次方 然後 我把這個Q矩陣 創造出來 這樣 這個Q矩陣 只based on一個東西 注意 這個Q矩陣在 線輕規劃 這裡 它等於是一個空矩陣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的這個Q矩陣 其實只跟N.wait N 就是wait把它掛勾 好 來注意喔 我現在這樣子 全部這樣求解下來 看著喔 下面都不要動喔 下面不要動喔 我求解下來 我得到的答案是什麼 1-11 這是我要的答案 1-11不就是我要的答案嗎 我剛剛不是說 我們可以的那個最佳解 不就是 不就是 我們這裡最好的組合 不就是 這個 1-11嗎 所以我透過這個方式 就可以求解 然後 我們把這個 我們可以透過下面的這個函數 我沒有要你們去記這裡的函數喔 好不好 你只要知道我會怎麼做的就好了 好不好 我是真的做了一次喔 我沒有用套件喔 就是我沒有說一個函數這樣做完就好 來 我們把fit的solution 把它抓成coefficient 這個coefficient 1-11嘛 然後我們跟著求 A0 A1 A2 B 然後我們把它plot出來 好 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求解 求解答案 這樣可以嗎 好 來 這個 完整的求解函數 就是給我一個x1 x2 給我一個y 我就可以把 任意的 看著喔 我現在把 我現在把它 換掉 現在 給我一個任意的 任意的組合 我現在故意把這個2改成1好不好 然後再讓它求 欸 是不是它就改了 我們這整個過程完全就是 欸 喔不對 y不能改啦 這個 這個改成3好了 喔 是不是 是不是它就跟著改了 所以我的 這個就是 這就是我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所以 來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 這個可以改 這個整個過程 你現在聽一定是聽不懂的啦 我沒有 我沒有覺得你現在一定會聽懂 你只要記住一些關鍵的訊息 它的優化目標是什麼 找出一條線 讓左右最大化 可以吧 找出一條線讓左右最大化 優化式子在哪 優化式子在這裡 怎麼解 用二次規劃解 解的過程 請參考程式嘛 好不好 那 其他的部分 我們回家再努力二補 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 因為 我告訴你們 等一下你們會發現自信相當機 這只是第一版 還有第二版 還有第三版 要加到第三版 你才會覺得它強大 好 接著 我們來做一下 我們來 我們這裡不需要做任何的 就是程式嘛 我們就只要複製貼上就好 來 剛剛我們是不是把 my support vector machine my svm把它做出來 這是我寫的函數喔 裡面運算過程那麼複雜 這個都是我寫的喔 我沒有用套件喔 這樣知道嗎 所以說 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 我們現在把 Data IIS裡面的前100筆資料 把它抓出來 x1 x1就是它的第一個變相 x2就是它的第二個變相 y就是它是哪一種花 然後給它-1跟-1 然後我們把 my svm把它帶進x1 x2 x3 我們真的把它這樣做一次 欸 為什麼 這麼不給面子喔 這邊多了一個括號 欸 喔 這裡是y 來 看到了嗎 它就分割好了 這樣知道了嗎 欸 有沒有覺得數學真是神奇 對不對 我其實人就是要畫這一條 我們剛剛居然用複雜的數學士把這個東西給解出來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試著 做一下練習好不好 你可以跟邏輯思惟歸比較一下差異 邏輯思惟會畫線這一條 他畫線這一條 他畫線這一條 你會發現 你比較完之後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啊靠 搞了那麼久 答案一模一樣 那 不知道發展support vehicle machine的人 到底腦子在想什麼 對不對 好啦 腦子在後面用了 我們先做一個練習好不好 你們今天 你們練習的重點 這邊練習五分鐘就好了 不要浪費時間 把整個過程 go through一次這樣就可以了 複製貼上 把套件罐好 好就這樣子 好 來 那個剛剛啊 做完線性SVM之後啊 呃 我們有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實際上 還是只能做線性分割嘛 對不對 我們剛剛找出來那兩條線 不就是線性的嗎 那三條線啊 那三條線都是直線啊 你有感覺那三條線有彎曲的感覺嗎 沒有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現在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咧 我們現在啊 需要 而且 如果你有注意到一件事情的話 就是 其實剛剛 我們如果要 就是因為它是線性的對不對 所以如果 我們想要 我們還是 如果我們想要 打到高位空間 我們還是得手動的做特徵工程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所以說啊 這樣的一個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沒有任何優勢 就是沒有 它沒有 它在 它比起邏輯思惠規是完全沒有任何優勢的 我們學了這麼久 我們剛剛浪費了這個40分鐘 聽了一大堆的數學 你會發現 一點意義都沒有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 這樣一點意義都沒有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 怎麼樣來解決這個問題咧 來 我們要把這個問題再進行轉換喔 這個有沒有覺得 有沒有覺得好像又更麻煩了 來這個 要轉換什麼咧 來 我們先 在我們轉換之前 引入一個東西 叫拉格朗式乘數 這東西你一定聽都沒聽過啊 不過又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字 對不對 你要跟別人講說 我很懂support vector machine 你不懂 你就講一些專有名詞 對不對 聽起來就很屌 好 來等一下我們來看喔 這個 我們把下面這個 為什麼我們這個難解 我們用二次規劃很難解嗎 對不對 二次規劃很難解 那這個我們要 難解在哪裡 是不是下面這個條件 如果沒有下面這個條件 這不是一個很單純的 可以用什麼T度下降法 什麼就可以解出來的東西嗎 對不對 所以下面這個條件 我們要怎麼去處理它 來 我們把這個1 把它移到左邊來 1- 1- 這樣可以接受吧 1- 這個要大一點 好 接著 接著我在前面給它乘上一個數 這個數就要拉個兩次乘數 這個alpha 注意我把這個換過來之後 我再把整個括號起來 再給它一個乘數 這個alpha 對於這個alpha來講 對於任何一個點 這個alpha都可以不一樣 對於任何一個點來講 這個alpha都不一樣 這個是我們額外要求的參數 我們額外要求的參數 你先不要管說 我有什麼 莫名其妙又要多求一組參數 現在不管了 我們就是額外要多求一組參數 這樣可以吧 好 那你把這個東西累加起來 這個東西 來 這個東西一定要大於0 對不對 可以嗎 這個東西一定要大於0 你把這個1-移過來之後 這整個東西一定要大於0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這是一定要大於0的東西 所以這個大於0的東西 乘上一個Lagrand的常數 這個Lagrand的常數 一定是個正數 我們先講 我們先講好 一定是個正數 大於等於0的正數 好不好 Lagrand的常數 一定是個大於等於0的正數 所以 一一減掉這個東西 它一定會大於0 對不對 它一定會大於0 所以在最理想的狀況下 是不是就是這裡是0 最理想的狀況下 是這裡是0 因為這樣子的話 它整體才可以最小化 這邊只要是個正數 它只要剛好又乘上一個Lagrand的常數 Lagrand的常數 是一個正數 那這個式子就會變大了 對不對 可以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這是一個正整數 這也是一個正整數 最理想的狀況下 然後他們要累加起來 所以這絕對是個正數 這樣可以嗎 然後 我要讓整體最小化 所以我的α 跟我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盡可能 這樣左邊是0的時候 右邊就是0 左邊是0的話 右邊什麼都可以 右邊是0的話 左邊一定要是0 右邊不是0 左邊就一定要是0 左邊 左邊 不是0的時候 右邊就一定要是0 這樣可以嗎 這樣子的話 這一項就等於沒有了 可以接受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我們的優化目標改了 我們要讓這整個式子最小化 這整個式子最小化 然後 你們有在點頭 我是真的聽得懂 假的聽得懂 我好好奇喔 好啦我們繼續好不好 那個 你應該聽得懂我的優化目標吧 至少就是 我講的應該算很清楚啦 這個 我要讓 這邊換下來 就是我剛剛講的樣子 然後我要讓整體一樣最小化 對不對 可是啊 我要加一個條件 那我把Lagrand乘數全部都在0 那不是就解決了嗎 你懂意思嗎 我把所有的Lagrand乘數都放0 那這樣子 我是不是右邊就不用管了 我就只要管左邊 那這不是太方便了嗎 對不對 不行 我們要讓Lagrand乘數的 第一個 它所有都要大於0 所有的Lagrand乘數都要大於0 但是首先 它要先找出一組Lagrand乘數 讓整體是最大化 讓這個式子是最大化的 不然的話 這個太簡單 然後再找出一組B跟W B跟W就是前面這個 這個東西 讓整體最小化 這是我們新的support maker 我們從這個式子 轉換成這個式子 好 我覺得這個東西 用看的都不可能會懂 回家好好仔細研讀好不好 反正後面會有程式嘛 好 來 轉換成這個樣子之後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如果把正負符號 最小最大符號把它調換的話 你會發現 左邊這個是原來的式子 這是原來的式子 這樣可以嗎 這是原來的式子 右邊這個是新的式子 我們先求出一組最好的B跟W 在特定Lagrand乘數條件之下 然後再求整體Lagrand乘數 這個東西一定會大於等於它 所以說我們就求這個 我們的優化目標感 這個 你有去上廁所 上廁所這樣 後面還跟得上嗎 沒有沒有 坐啊 只是我們剛才講很困難的地方而已 好 來 那我們現在 來 我們現在 又要再多一個神奇的東西了 叫KKT條件 KKT條件啊 這KKT啊 就是 兩個K開頭的一個T開頭的人 這樣子 這KKT條件啊 是給我們一個idea 就是說 如果 所有的 這個 如果 如果所有的這個 如果我們現在要求解的是這個式子的話 這個我們的Lagrand乘數通通都大於等於0 那我們的Y乘上Lagrand乘數 那鐵定是等於0 Y乘上Lagrand乘數的累加鐵定是等於0 然後啊 我們的W 我們W就是籃球那個 它鐵定等於Lagrand乘數跟Y還有Z的關係 這個Z就是我們的那個X 我們原來的那個X1X2的那個矩陣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我們可以把W 把W帶進來 把W帶進來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們把W轉成這個東西 然後把這個 把W轉成這個東西 那我們的求解目標 這樣就 然後因為Y乘上α一定是0 所以說我們的這個式子 Y乘上α一定是0 所以後面就不管了嘛 所以這邊只剩下α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的式子就從這個樣子 被轉換成了這個樣子 會不會很困難的感覺 再一次喔 來 Y乘上α一定是0對不對 累加起來是0嘛 對不對 所以後面的是不是都可以丟了 後面是不是都可以丟了 所以這邊剩下α 1乘上α 所以剩下α 所以右邊剩下α 這樣可以嗎 α是我們Lagrand乘數 那我們W 又可以根據KKT條件 把W換成跟Lagrand乘數有關的東西 所以我們再把W換成這個東西 那這樣子我們的求解目標 然後是不是改成了它 好 接著 那我們 求解目標改成它之後 我們把這個平方展開 它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這是展開平方的樣子 展開平方這樣 一樣最小化 一組Lagrand常數 讓這個東西 最小化 讓這個東西最小化 找出一組Lagrand常數 同時 因為要滿足KKT條件 KKT條件是Y乘以α 的累加要等於0 不然我們不能約分嗎 對阿 不然不能捨去阿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又有一個條件 考右是一個二次規劃的問題 不管了 反正我們剛剛已經會二次規劃 對不對 一樣 同樣用二次規劃求解 這不是什麼問題 好 所以說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阿 那我這樣的轉換有什麼意義阿 你等一下就會發現E 那E在哪裡 我們本來要求的是W對不對 W W是什麼 W是每一個X1X2X3的係數 所以W的長度是跟什麼有關 是跟我的變相數目有關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W的長度是跟我的變相數目有關 可是α是跟什麼有關 α是跟我的sample size有關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我聽起來 我剛剛做了一系列轉換 看起來好像跟這個 好像沒有什麼變化 最大的變化在我的柿子 需要求的那個東西 我需要求的那個東西 本來是跟變相數有關 現在改成變成跟sample size有關 哇 那我跟你們講 等一下你們就會看到一個瘋狂的想法 這是什麼瘋狂的想法 我要做特徵工程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產生很多新變相 我們可能產生無限個新變相 無限個喔 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因為我現在求解的時候 我們以往在做邏輯思回歸的時候 我們可能做出無限個變相 然後丟進邏輯思回歸 不可能啊 請問現在你求解 不是求解的參數嗎 求解的那個層數 你有可能求解無限多個 不可能嘛 可是現在 我的求解目標 只跟sample size掛勾囉 我只跟sample size掛勾囉 我只跟sample size掛勾的前提之下 這個 這個 我是不是就可以無限多個 特徵了 然後這樣無限多的特徵 然後來讓它做分類 好這個很神奇喔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我們這樣一系列 我們現在還沒有到無限特徵那個部分去喔 但是你們知道經過一系列的轉換 我們剛剛本來一直好像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似乎有一些曙光了 也就是我們認為 因為有特徵相依性 所以說變相要丟在一起一次做 絕對不可以選變相 任何選變相的方式都是無效的 變相要丟在一起做 可是變相丟在一起做 我又要考慮它的非先行關係 所以我需要做特徵工程 我需要做特徵工程 我需要做特徵工程 我又希望做越多越好 做越多變相越好 不是嗎 最離譜的狀況不就是無限嗎 可是 我如果要做無限多個特徵 那我又不能求解 因為我不可能求無限多個解啊 對不對 所以 你們知道現在的轉換很重要了吧 等一下我們後面在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轉換有多重要 好一樣我們現在這是一個二次規劃問題 這是一個二次規劃問題 我們現在要求拉格朗的常數 我們用同樣的Sample 再做一次求解好不好 來 看著喔 這個 一樣還是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圖 我們把它畫出來 這就剛剛那個圖 剛剛那個圖 然後我們現在要用新的 新的式子來做喔 Alpha Alpha YYZZ 對不對 那我們的QMatrix 是不是就等於 因為要求的東西是Alpha 對不對 要求的東西是Alpha 我們的QMatrix 是不是就是YYZZ YYZZ YYXX 這樣可以嗎 我們的QMatrix就長這樣喔 然後再加上一個Small Value 這樣可以吧 這個避免那個 我剛剛已經講過那個Small Value的用處了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的AMatrix呢 我的AMatrix 就等於Y啊 我的AMatrix 就等於Y 這樣可以嗎 因為我要求的是Alpha Alpha是我要求的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二次 二次規劃 AX嘛 AX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要求的是X嘛 所以我的A自然就是我的Y了 這樣可以嗎 這裡重點是QX嘛 對不對 可以嗎 這些是我們的Q 這是我們的A 這樣可以吧 可以接受嗎 0是我們的這個BVector D是我們的1 我們這裡是-1嘛 這樣可以嗎 好來 全部複製貼上一次 全部複製貼上完之後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現在你求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你現在求出來的東西是 係數嗎 不是喔 是拉個兩次乘算值 對吧 你求出來的東西是Alpha 你現在二次規劃解出來的東西 你現在求的東西是Alpha 這樣可以嗎 你現在求的東西是Alpha 這個是 每一個Sample都有一個Alpha 對不對 每一個Sample都有一個Alpha 欸你發現了什麼事 這些 這四個點裡面 有三個是有數字的 其中一個是0耶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神奇 為什麼有一個是0 來來來看一下前面有什麼問題 來 這三個點是有數字的 這一個是0 為什麼咧 回頭看 因為阿 這個點是不是不在線上面 最後這個點是不是不在虛線上 不在虛線上的話 它是不是就要嘛大於-1 要嘛大於1 這樣可以嗎 因為這邊是1這邊是-1嘛 對不對 它一定不是1 這樣可以吧 一定不是1的話 再回頭看 你在9的這個式子裡面 後面這邊一定不是1 一定不是1的話 這就是一個正整數對不對 可以嗎 這就是一個正整數 那如果我要讓整體最小化 那它的 拉格朗斯乘算值鐵定就要是0 所以拉格朗斯乘算值是0的 不是0的狀況下 是不是代表這裡是1 這裡 後面真的是1 這是1代表什麼 它在線上 它在虛線上 這樣可以嗎 拉格朗斯乘算值不是0的 它一定大於0 它大於0的部分 就是在虛線上的點 它等於0的地方 就代表不是線上的點 注意一件事情 不等於0 拉格朗斯乘算值等於0的點 它就不在虛線上 所以它重不重要 它一點都不重要喔 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只care那些根 在虛線上的點 這樣可以嗎 這個點 它拉格朗斯乘算值等於0 就代表它不重要了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因為不用它 我也可以畫出一模一樣的虛線阿 來 所以來 要破題了 所以阿 這個拉格朗斯乘算值 不等於0的這些東西 就是 在 線 虛線上的點 就是 support vector 這個東西我們叫它 知識向量 這樣知道 為什麼我們這一個 Egonism 要叫知識向量機了嗎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我真的很好奇 你們聽到這裡 是不是真的 你們會不會覺得 我講的都很有邏輯 但就是聽不懂 有這種感覺嗎 講的很有邏輯 但就聽不懂 好像一步一步都是推導過來了 但就聽不懂 好吧 沒有關係 回去再好好回味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的課比較趕 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去 去仔細的講解每個細節 但是我們通通都做得出來 重點是我們都做得出來 好 接著 你有了拉格朗斯乘算值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求出W 你可以求出W 因為剛剛我們在解極值的時候 給定KAT條件 對不對 KAT條件告訴我們 W就等於α乘上Y乘上Z的S 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求了 來 把A A就是我們的拉格朗斯乘算值 然後Y跟我們X放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分別求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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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數字的 他如果太接近0 那個有時候是有一些微小的誤差 對不對 我們就把他丟了 他很接近0 我們就把他丟了 我們只需要那些剩下的點 來描繪出我們的 用那些剩下的點 我們也叫他支持向量 Support Vector 我們用這些Support Vector 來描出那條線 這樣就夠了 這樣可以嗎 其實如果你看式子的話 如果他的α是0的話 老實講 乘進來也沒有差 這樣可以嗎 好 但你就發現 他的coefficient 是不是又是我們剛剛抓的那一組 1-1-1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我們用不同的方法 用拉格朗斯乘算值的方法 解出來的式子 居然跟剛剛一模一樣 就是 這個係數居然是一模一樣 既然係數是一模一樣 那我們就不用再畫線了吧 這樣可以吧 我就不畫線了喔 因為答案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可以吧 可以接受喔 可以接受我們下一頁 來 不要急啊 這個我們現在要開始用套件了 好 就是前面那些複雜的過程 來 注意喔 你們要記住我剛剛推導的過程 然後啊 剛剛啊 等一下我這一串 會幾乎不改喔 會幾乎不改 等一下我做到第三節的時候 我這一串會幾乎不改 然後做特徵工程 我現在還沒做特徵工程嘛 對不對 等一下我做特徵工程的時候 我這一串完全不改喔 好不好 然後你就會看到他的神奇之處了 這就好像我們那個前面在做那個什麼 T度下降法的時候 你發現T度下降法核心是不用改的 你只要邏輯式回歸跟限定回歸 你就會把那個預測式改一下 損失式改一下 這就結束了對不對 好 所以你已經知道他的核心喔 我們現在來做套件來做 這個套件叫E107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我也不太清楚 好不好 這個是 這個套件是一個台大老師做的套件 這個 這是一個林老師做的套件這樣子 好 這個套件做出來 SVN 這個用X1 X2 預測Y 然後注意我們現在是用Linear的 如果你這邊不是寫Linear 他就是要做特徵工程的啦 那特徵工程那個我們還沒學嘛 對不對 然後 Cost 10的 Cost 這個Cost 這個參數是 我如果沒有分割正確的話 我要付多少代價 這個參數我們最後最後再講它 我們今天上到最後一個小節的時候 我們才會去探討這個參數 我們總之 我們現在就 把X1跟X2對Y 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 他出來的結果長成這個樣子 你一定找不到他的 參數 你一定找不到他的參數 這樣你知道嗎 為什麼他沒有參數 因為他球是Lagrant分乘算值 對不對 但是你插到SV SV就是他的Support Vector 這樣可以嗎 那他的Lagrant分乘算值在哪裡 他的Lagrant分乘算值 就是這個Coefficient 這個Coefficient 才是他的Lagrant分乘算值 這樣知道嗎 這個結果跟我們剛剛算的 這個Lagrant分乘算值 一模一樣喔 我們剛剛Lagrant分乘算值在哪裡 算出來的結果在這裡 0.5 0.51 這樣可以嗎 0.5 0.5 負1 這個是他又乘上的這個Y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是負數的結局 所以我們現在有了Lagrant分乘算值 也有了相對的Support Vector 也有了這個 也有了這個 就是他的負數的結局 現在啊 我們就可以透過 注意喔 我現在這三個 都是用套件求出來的喔 這個套件 這個函數不會很難懂吧 這個函數應該大部分人都看得懂 這樣可以吧 我求出的Support Vector 再求出的Coefficient 支持向量 Lagrant分乘算值 再乘以標籤 再求出他的負數結局 這個時候 我就可以利用 這一個式子 把W Vector求出來 這個W.Vector 就是我們的 W2 1跟W2 然後我們的 W0 就是我們負數的結局 再取個負號 這就是我們的結局嘛 所以我們的W0 W1 W2 又是我們的 我們剛剛那個結果對不對 1-11 這樣可以嗎 好 我現在其實是 不斷的用不同的方法 去驗證說 我已經知道答案了 剛剛那組Data 非常的Easy 我已經知道答案了 我就是想要 找出一組 W0 W1 W2 雖然我用了不同的方法 首先我先用第一種方法 對不對 第一種方法 直接求出 W1 W2 W0 W1 W2 對不對 第一小結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直接求 接下來 我們把式子做一些轉換 我們先求出 拉個然而成算值 再用拉個然而成算值 求出這個 求出這個結果 最後我們是用套件做 對不對 套件中間怎麼做的 我們不知道 可是 你大概可以想像過程 大概就是我們剛剛那個樣子 因為他求出來的東西 都是我們剛剛求出來用的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upport Vector 拉個然而成算值 還有 結句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 這個 來注意一下 這個Decision Value 這個Decision Value 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自己算出來 離 那個 中央分界線 的距離 最後一個點 距離比較遠 對不對 因為只有前面三個點 它剛好就位於1跟-1的地方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 好 用不同的資料來做 這個是 IRIS的資料 來 注意喔 注意我在做什麼 來看著 我剛剛 我剛剛 來 我剛剛把Support Vector Machine 這裡做出來 好 我現在啊 現在這一串 我把它全部執行 它是不是就會幫我畫出來 我是用套件做的喔 但是我在算 W Vector 的時候 我是用這種方法做的 好我現在做一個實驗 我現在把 IRIS這筆Data把它抓出來 然後我把這個X1 我把這裡改X1 把這裡改X2 把這裡改Y 把這裡改Y 也就是現在我X1 X2跟Y 是IRIS的資料對不對 是我們那個 淵尾花數據局的資料對不對 不是我現在最簡單的那個囉 我全部重做一次 看到了嗎 一模一樣 一樣被我分割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而且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去看啊 所以它的Support Vector 到底有哪些點呢 這是它的拉格郎的乘算組 總共只有四個點 原來 這麼多數據給它 它最後發現重要點只有四個 而那四個就可以拿來畫 那個畫分割線的 這樣可以嗎 只有那四個點是Support Vector 這樣懂了嗎 好我們來做一下 我們來這個 我們現在學會這個沒有什麼用啊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最重要的事情好不好 最重要的事情是 函數Predict 這個東西啊 可以幫助我們 預測 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Model 來做預測 這樣懂嗎 你當然可以用 剛剛我這樣子 我把係數弄出來之後 再來做預測對不對 可是啊 方便一點嘛 跟我們上一節課用 Random Forest 還有Decision Tree 的時候一樣 Predict這個函數 可以直接拿來做預測 可以直接拿來做預測 這樣可以嗎 這出來怎麼那麼複雜啊 好 這個 這個出來了 這個1就是了 這樣可以嗎 這個1就是了 我們還可以用Plot這個函數 我們還可以用Plot這個函數來畫畫 這個Plot這個函數 是我 剛剛那張圖 然後用套件畫的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套件 就交到這裡 套件的用法是不是很簡單 給筆資料 做SVM 產生SVM Model 接著 你就可以用Predict這個函數了 把結果預測出來 你想要畫圖也可以 好 我們為什麼講那麼複雜 只是因為我們在了解原理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來做練習二 練習二 你已經知道SVM的原理 我們現在希望你可以重現函數 Predict的預測結果 也是來看著 其實也蠻簡單的 因為其實就是把係數帶進去而已 對不對 首先 這個Predict這個函數 不就是透過一系列複雜運算 把真實的參數求出來 把真實的參數求出來之後 那接著不就是可以拿來預測了嗎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請你稍微重現一下 Predict函數的結果 這一題 我們一樣不能花太久的時間 五分鐘 好不好 不能夠 這個不能夠超過五分鐘 看著 看著我們這邊怎麼做 這邊我們算出來的是6.67 請你用 support effect SVM model裡面的information 加上 5 4 這兩個數字 算出6.76這個數字 可以嗎 我們五分鐘 做不出來無所謂 做不出來我們就看答案 因為我們時間不多了 好 來給大家做一下 這個就是6.7怎麼算出來 來 剛剛我們是不是把 W W vector 我們是不是 SVM model做完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 KKT條件 算出他的 W vector 並且 把他的擷距跟斜率 通通通計算出來 對不對 那這個W0 W1 W2分別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 那一條中間那條黑線 的 等於0的時候 就是那條黑線 對不對 那 我們現在新的東西帶進來的時候 其實 你就是帶入那個方程式 得到答案的結果 對不對 搞了半天 其實老講這題非常的簡單 就是 就是 如果你真的完全融會貫通的話 你就可以了解 原來 這個數字 是先把 W算出來 注意這個 W我是有給的 我在這裡的時候 是有給的 所以其實這個 真的是非常的簡單 這一題 就是你如果真的懂了 你就會發現 這題真的很容易 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我們很少有這種題目 不是考程式 是考數學 對不對 有沒有這種考數學的感覺 好這樣子 那我們 我們來 我們要繼續囉 等一下後面 重要的東西出來囉 來 剛剛我們 是不是 在做的問題 都是在做線性SVM linear的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我們剛剛有 做任何非線性的事情嗎 沒有 對不對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做資料擴增 不是資料擴增 特徵工程 我們根本沒有做特徵工程 怎麼會有非線性呢 那我們要怎麼樣 怎麼樣 做特徵工程呢 來看著 來 剛剛我們所獲得的 這個 最佳化函數 來看著這個 是不是長這樣 這是我們剛剛做了 一系列 考人驗的推導之後 得到的啊 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這個 這個 Y YZZ 這個 Z這個 Z這個 矩陣 似乎不管 維度多少都沒有關係 Z這個矩陣的維度 是不是特徵數 Z這個矩陣的維度 它不管維度是多少 都不重要 這就是所謂我剛剛講 無限嘛 什麼意思咧 就是 我們其實啊 要求這個 LG乘算子 的時候 我們是把這些 全部乘在一起 這些全部乘在一起的時候 乘完的時候 其實已經跟 特徵數無關了 變相數無關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來 看著喔 看著我們在做什麼 好 我們開一個新的 來 我們現在總共有 我們現在總共有 X 這個X是 這個X就是 X1跟X2的矩陣嘛 對不對 這個Z是什麼 這個Z有點像是 我做了一個什麼 特徵工程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原來 這個 原來只有兩個變相 對不對 然後我多放了 X1的平方 X1乘X2 X2乘X1 X2的平方 這樣可以嗎 我 Z矩陣跟X矩陣 差別在 Z是X做了特徵工程之後的矩陣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的QMatrix1 QMatrix1 是不是就是 我先做特徵工程喔 注意我先做特徵工程 然後用這個 Z矩陣 去計算我的QMatrix QMatrix 是我等一下要用 二次規劃求解的時候 要用的Matrix 對嗎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如果用這個方法 求到了QMatrix 是不是 我就是先做特徵工程 再 進行求解 這是不是老方法 可以接受嗎 先做特徵工程 再求解 來 X. X. 是什麼 我先對 X做向量內積 然後看著我的QMatrix2怎麼求喔 X加上X的平方 這個X求完向量內積之後 這X.長成什麼樣 就長成這負責性 然後啊 我把這裡 這一個 我是不是 不管我怎麼變都可以 我可以 平方也可以三方 也可以四方啊 無所謂嘛對不對 可是我們來看平方 是怎麼樣子好不好 你有沒有發現 QMatrix2 跟QMatrix1 長得居然一模一樣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事嗎 這代表 如果我想要做特徵工程 我不見得要先做特徵工程 我可以先把 X的內積求出來 X的內積矩陣求出來以後 我再直接對 X的內積矩陣做 操作 那我就對應著 我的每一個操作 都對應著原來 的某一種特徵工程的方式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你們了解到 它神奇的地方了嗎 我們本 我們 現在因為我們費盡心思 把求解的目標 從係數改成了 Lagrant乘算值 對不對 我們得到相對的好處是 我們啊 這個 Z這個東西 我們本來一定要先做特徵工程 然後才能內積 我們現在改成 可以先內積 再做特徵工程 而這個特徵工程就 可以 這樣子隨便做一個運算 就相當於原始的 某一種特徵工程的方式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可以先 DOT 然後再做這個 這個 東西 我們就叫它 Kernel Function 在support vector machine 叫Kernel Function 所以注意一件事情 這一個 我跟你們講 這一個 就是 XDOT加上XDOT平方 這個東西就叫 2次多項式Kernel Function 這在support vector machine 是一個 非常 經典的一個 特徵工程方式 2次 多項式的Kernel Function 這個2次多項式的Kernel Function 相對應的是 這樣的一個特徵工程方式 這樣可以嗎 這樣記起來吧 可以接受嗎 繼續 那我們回到球係數的過程 我們本來是不是要 假設我們原始的輸入是Z矩正 那當然可以求得結果 可是現在我們可以把QMatrix 換成XDOT加上XDOT的平方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注意但是我們還是把Z矩正 這邊求出來喔 好來 我們現在啊 求得這個東西 是不是就是我們的 support vector 這樣可以嗎 這是我們的support vector喔 然後 這個 這個 我們是用X矩正 先X的內機 再做Kernel Function 然後再求解 求解出來的結果 可以直接應用到Z矩正上面喔 這個Z矩正我們要怎麼去 find它的coefficient呢 我們就用剛剛的KKT條件對不對 剛剛的KKT條件 是不是直接要用原始的 不能用X喔 要用原始的 然後去求得它的係數 現在我們的係數就是這些 這是我們Z矩正 每一個column的 每一個變相的係數 這樣可以嗎 當然現在我們還不能無限 無限的話是永遠求不出係數的 這樣可以嗎 可是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求得係數喔 這個係數 這個係數現在是對的 但是我們之後 我們一定要換一種方法來計算 不然的話 我們現在必須擺脫一件事情喔 因為 我們現在雖然做特徵工程 如果我們的目標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希望 可以把特徵工程的維度 擴展它無限微的話 我們一定要捨棄一件事情 求得係數這件事情 這樣懂意思嗎 因為係數就不能求啦 求係數是沒有意義的 這樣懂意思嗎 那我們求解的過程中已經捨去了 已經可以允許無限了 可是我們在推理的時候 我們一樣還是要先求的係數再求解 現在這個東西是有問題的 我們要把它改掉 在改掉之前 我們先來做一下 剛剛那個線性不可分割的情境 也就是X1跟X2的平方 剛剛那個圓 然後我們把Support Vector Machine 給求出來喔 好 好 這是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求出來的 W0到W22的係數 接著 我們把它畫出來 好 看到了嗎 中間那條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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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 畫出來的線喔 這樣 這樣懂了嗎 帶有Kernel Function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畫出來的線 它畫出了曲線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你們再 我覺得啦 我覺得如果 我看你們就一臉跟不上的樣子 我再解釋一下 你們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首先 這個整個思路是這樣子的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原始的最終 原始的目標 是要找出一條 出線 然後讓它邊界的這個線 離最接近的點 然後你希望這個距離最大化 對吧 那這樣子的話我需要求出參數 然後我用二次規劃求解 可是啊 這樣我沒有辦法做 無限多維的特徵工程 所以我先把它轉換成 Lagrant日乘數的那個解 然後透過KKT條件 我可以做一些 變換 那我可以有新的求解目標 這樣可以嗎 有了新的求解目標之後 現在我的求解就不受 微度數影響了 我要無限微都可以 然後我的求解過程變成 先做 X的矩陣內積 再對這個矩陣內積的結果做操作 這個操作叫Kerno Function 每一個Kerno Function一定相對應的 回饋到一個 特徵工程的方式 那我這樣整個求解的過程 我就可以求出非線性的分割線 這樣知道嗎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節課數學真的是有夠難 也許你們覺得每一節課都很難這樣子 好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求解Decision Value Decision Value就是剛剛我們求那個方式嘛 對不對 Decision Value就是 有了 有了這個 有了這個係數 有了這個係數以後 我們把這個係數 乘上這個 乘上這個 乘上這個Value 這樣我們就有Decision Value了 這樣可以嗎 Decision Value是 Decision Value就是我們剛剛那個 剛剛我們練習二那邊求的啊 我們就是把 每一個係數乘上它相對應的點的位置 這樣就解決了 可是啊 這有什麼問題 來 我們是先求的係數 可是這個係數需要用到原始矩陣啊 因為這個KKT條件要用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兩個式子整合起來 先怎麼整合呢 看著 我們還是 需要Z矩陣 但是這個Z矩陣啊 我們把它放進去 先求解 先求得W跟B 再去把Result Print出來 這樣可以嗎 這個 Decision Value2 跟Decision Value1 是一模一樣的 好 唯一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要想辦法把 Z這個東西 把它拿掉 也就是我們要把Result這個東西放上去 這樣可以嗎 我們要把Result這個東西放上去 怎麼放呢來看著喔 來 我們還是要Z 我們先把 None Zero的這個 None Zero的這個 None Zero就是Support Vector的地方 對不對 這是None Zero的地方 我們先把 Support Vector的那個Alpha求出來 Y求出來 Z求出來 Z這邊都求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先乘 Alpha乘於Y 這個是我們的 SVN的 Coefficient 這樣可以嗎 這是我們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 Coefficient 這是我們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SV 這樣可以喔 好 接著 這個Result 0 就等於 我找Support Z跟New Z 然後出來之後 我把Support Y 減掉 這個等於B 這個出來 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負向的結局 這個是我們利用KKT條件 來做的 求解過程的詳細版 如果 你直接這樣算的話 你會發現 我的DecisionValue 3 還是跟我DecisionValue 1 一模一樣 但是我把過程拆成這樣 有什麼好處呢 有什麼好處 我這個Z 我就有點脫離這個Z了 為什麼 因為我Z這邊是做 我是做內積嘛 我Z這裡是做內積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X 我就把X加上 我Z的內積 Z的內積矩陣 是不是就等於X的內積矩陣 再加上Kernel Function 可以嗎 我們剛剛在前面做Q矩陣的時候 就是會做這件事 我們先用Z矩陣 做QMatrix的時候 是不是得到一個答案 然後我們把它改成先做X的內積 再對X的內積做Kernel Function 得到的答案是不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Z Z似乎已經跟我們無關了 為什麼 因為這些Z 它其實就是做內積嘛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先 直接把X放進來 X放進來之後 X做內積之後 再做Kernel Function 好看著我們要怎麼再改 X跟NewX 看著 好來看著 我們本來的X變成X. X. 再做Kernel的X. 這是Kernel Function 我們剛剛Kernel Function 是X.加上X.的平方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現在我是不是 這個Predict3這個函數 完全沒有用到Z矩正 你們知道你們發現神奇的地方了嗎 也就是我現在要做推理的時候 我完全是用新的點 跟舊的Support Vector的關係 去求得它的Decision Value 完全再也不帶公式囉 你們這樣知道 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神奇之處了吧 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求解過程 求解目標 是Support Vector在哪裡 而推理過程 是透過Support Vector 跟新的點的關係 去決定 新的點的Decision Value 是多少 這樣可以嗎 同樣的再做一次 Decision Value 4 答案跟剛剛的Decision Value 1 一模一樣 因為這個過程 本來就被證實是一模一樣 先對X做內機 再做Kernel Function 這個程式嘛 你要一行行拆 我已經寫在這裡了 好 所以說來看著 這個是不是我的SVM Model裡面的SV 注意喔 我現在是用自己解的 我剛剛是自己解 這樣可以嗎 我自己解的話 當然我什麼都有對不對 可是我用套件解的時候 這個Support X 就是SVM Model裡面的SV 這個Coefficient 就是SVM Model裡面的Coefficient 有了這兩個之後 我之後再求Result 0跟Result 1 我都是用這兩個東西求的 求完之後 這個B 就是SVM Model裡面的RAW 負的SVM Model裡面的RAW 所以SVM Model 給我這三個東西 其實我就可以求解了 這樣可以吧 你已經完全了解Coefficient之後 我們現在就要來做一下 用套件來做 的結果 是不是分割得非常好 這樣可以嗎 分割得很好吧 好 我們跟套件的結果做比較 把SV Coefficient RAW 跟NewX放進去 注意喔 跟剛剛這裡一樣喔 我這裡有SV 這裡有Coefficient 這裡有RAW 所以我在做 Predict的時候 我一樣給的是SV Coefficient的RAW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是不是Predict Kernel 1 Predict Kernel 1 把SVM Model裡面的SV 裡面的Coefficient裡面的RAW 把它放進來 我是不是得到一個My Decision Value 這個My Decision Value 跟SVM原來裡面的Decision Value 一模一樣 所以它的計算方法就是這樣子 這一個函數 就是 剛剛那個Predict函數 的內部構造 它是利用 SV Coefficient 跟RAW 把它算出來 這樣可以嗎 我已經幫人拆解完了喔 好不好 因為我知道這個拆解非常難 所以我不會叫你們做 好 你們需要做的練習題只有這個 欸 剛剛啊 剛剛我們在做 Support Vacuum Machine的時候 看著喔 我再做 看著我做一次喔 來 這個 Poly Poly 這個就多項4 我在Degree打2的時候 我畫出來圖 完美分類 這樣可以吧 我現在啊 Degree打3 再做一次 做了半天 欸發現怎麼怎麼那麼差啊 再做4 欸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這個參數到底有什麼意義 好 給大家 5分鐘研究一下 不能花太久的時間 你們有沒有任何人有什麼想法 為什麼 為什麼2跟3還有4會差別那麼大 我可以點人嗎 欸林同學講一下好不好 你覺得應該是kernel的關係對不對 因為那個東西淺然就是kernel function嘛 對不對 答對 有答對 但是 講的不夠具體 有沒有其他人有想法的 優秀映竹要不講講話 好來 我們來告訴你答案為什麼好不好 來 這一個Degree 來我們回頭看一下 Polynomial kernel Degree等於3 這是什麼意思來 前面我剛剛這邊不是講的嗎 某一個kernel function 現在我的kernel function 是不是就相對一個 特徵工程的方式 在平方的時候 它相對應的特徵工程方式 是不是就是 2次4 在三方的時候 相對應的特徵工程方式 是不是就是3次4 請問一下 圓是用3次4分割 還是用2次4分割 是用2次4分割 所以3就不行 4次4為什麼可以 因為4次4包含2次4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同理 你在用5次4一樣不行 圓就是不能做這件事情 這樣懂了嗎 所以 大家知道了嗎 所以我 今天這個問題 其實想告訴大家的是 如果你真的足夠了解 我今天從上課的一開始 一路鋪陳下來的 Support Victim Machine 我覺得我講應該算非常清楚了 而且我把 我覺得 呃 對於理解這個東西 無關的數學都已經去掉了 好不好 你應該會發現 這個 你對Support Victim Machine 這個東西的所有參數 都越來越了解了 這樣子 這個參數絕對不是亂試 亂試絕對不可能試得準的 這樣知道嗎 你覺得要參考你的Data 考慮一下東西 那樣才可以調參數 這樣可以嗎 這樣模型才會準啊 那我們繼續 好 那 有了Kernal Function這項 利器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 我們是不是發現了一件事情 至少就剛剛的感覺 這個 我如果用2次4 那就相當於是平方向的 這個特徵工程嘛 對不對 我如果是3次4 就相當於是3次向的特徵工程嘛 可以接受嗎 那這樣沒有意義啊 因為我的夢想並不是 我的夢想並不是 用一個很複雜的算式 去取代原來的特徵工程啊 我的夢想是 我的特徵工程是無限微啊 這樣懂嗎 可以聽懂我的講法嗎 我希望它投影到的維度 是無限多微的空間中 而不是一個 我有辦法手動特徵工程 做出來的空間 雖然那個 要的運算量很大 很有可能我做不到 但是總有人做得到吧 所以我希望投影到 無限多微的空間 有沒有可能做到 當然是有啊 好不好 來 這個 無限多微的kernal function 叫做 就是這個kernal function 這個kernal function 為什麼可以無限多微呢 因為它有進行指數運算 自然數指數運算 為什麼做了 自然指數運算 就會對應到原來 無限多微的特徵工程呢 因為自然指數 它其實就是一個無窮級數 這樣懂得意思嗎 它是一個無窮級數 所以啊 如果我把剛剛的kernal function 也就是在這裡 我在進行kernal function的時候 然後 catalogs Width XDot 這個在哪裡啊 找不到了 算了 往前找 在這 XDOT 在這 XDOT 我把這一個kernal function 改成 这一个式子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相当于投影到了 无限多位的空间中 这样懂了吗 然后里面有个γ这个参数 γ这个参数 如果设的很小很小 那这样子的话 后面几项衰减的非常非常快 因为这是一个exponential的这个东西 后面几项本来就衰减很快了 这是1分之1嘛 这个是1分之1加1分之1 加1分之1 这是1分之1 它后面本来就衰减的非常快了 虽然是无限多维 但后面几乎不影响 对不对 这样可以吗 所以如果你这个γ又很小 那后面就小的不像话了 这样懂了吗 所以说这个γ这个参数 虽然看起来像是无限多维 可是那后面贡献其实非常小了 所以你可以透过调整这个γ 决定它到底要投影的维度有多高 这样知道吗 有点像这个方式 好那 你也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可以在无限多维中间进行线性分割 那我不就可以画出任意曲线吗 你懂我吗 我可以画出任意曲线 那如果我可以画出任意曲线 那我在training sample 绝对是100%分割的 因为我可以画出任意曲线 这样懂意思吗 可是这是我要的吗 这一定不是我要的啊 对不对 你如果apply到新的sample的时候 你那个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边界 那铁定不是准的嘛 这样可以吗 好所以啊 所以这个 你如果乱画线就有点像你画这个绿线 这样知道吗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好 可是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 来 我们现在 用iris data 把training sample跟test sample把它分开 这样可以吗 好我们一样 我们的kernal function 就用刚刚那个无限多维的kernal function 这样可以吗 然后我们的gamma 故意射得很大 10的三次方 这样它就会到几乎无限多维的地方去分割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样来做的结果 然后我们把test的iris把它丢进去里面 去做预测 哦果然是非常非常不准 这样可以吧 因为它割得太碎太碎了 这样可以吧 我们如果把这个gamma调小一点 就调到1就好了 这个结果都会好非常多 这样可以吗 好 可是这样gamma这个东西很难调啊 对不对 还有一个东西要处理 叫cost 这个cost啊 是我们可以允许我们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误差 注意哦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是不允许误差存在的 但这不可能啊 现在世界中我们一定要容许误差嘛 对不对 来看着要怎么容许误差 来 其实我们刚刚在用套件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个cost的参数 我们总是把它射得非常非常大 如果我们把它射小 然后我们这个gamma一样 就是10的三次方 注意我们现在我们的分割结果还是不好 那至少 那我们这个cost射小一点 就来说0.01好了 还是不行哦 好啦那个gamma可能还是不能射太大了 好不好 但是cost射小 cost啊就是 SVM 它在做的时候 它是目标 是完全不允许误差的 它命令 所有的这个东西都要大于等一 对不对 都不能够完全不能允许在虚线的里面 好那现在 它如果可以允许误差的话 要怎么设计这个式子呢 我们来给定一个误差 这个误差也是 for any sample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误差值 这样可以吗 这个误差值啊 我希望 我可以允许误差啦 但是这个误差的累加 这个误差的累加 乘上个C 这个C就是那个cost 我希望它越小越好 所以这个误差不能太大 这样可以接受吗 这个误差不能太大 这个误差假设大的话 这个误差假设很大的话 那这个C就算再怎么小 这整体还是很大 这样懂吗 所以这个C如果很大很大 那这个东西就 强迫 等于强迫它全部都要0啊 这样可以吗 那如果C很小很小 那我就可以允许有比较大的误差 然后找到一组比较好的W 所以这个C 可以拿来控制 我们刚刚在画这条线的时候 是画绿线 完全不允许误差 还是画黑线 允许一部分的误差 这样可以吗 这个C这个式子 这个在数学式上面的意义 这样知道了吗 知道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 转成Lagrand的式 Lagrand的式转成这个样子之后 这个α本来这里是1的 就改成C了 这样可以接受吗 改成C了以后 后面的 所以 这边其实就是在改这个Gamma跟Cost 所以啊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你实际在做 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时候 这个Gamma跟这个Cost 这个Gamma你可以调大 可是可能不能调太大 因为它会投影到真的太多围去 这个Cost 就是你允许误差的程度 这个东西就要看状况了 所以你要做好一个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Support Vector Machine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自由了 它是换一组参数 甚至它换了一个Agoninan一样 有没有这个感觉 所以说啊 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AI的预测 就做数值的预测 给我一堆数值 我要预测一个 Agoninan有或没有 这样子 我用的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 你可能要找好几组超参数 如果你完全没有idea啦 你至少也要找好几组超参数 然后可能用的是这种Kerno Function 这个是无限多维的嘛 最好的了 对不对 但你很有可能也要试试 线性的Kerno Function 因为如果线性的Kerno Function 可以walk的话 那是不是暗示着 这个任务似乎是线性可分割 这样可以接受吗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找 最佳的Kerno Function呢 最佳的超参数组合呢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函数叫turn turn就是微调的意思 这样可以吗 在turn这个函数里面 来看之后 我们可以找 请他找这个Kerno Function 找这个cost 是从 cost从0.15到8 伽玛从0.15到8 我们希望他找出一组最好的cost跟伽玛 让我 trade 让我有这个最好的 这个 就是performance 按下这个run之后呢 他就开始跑 跑完之后 他就告诉我 最佳的组合在 cost等于8 伽玛等于0.125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用turn这个函数 去找出最佳超参数组合 但是注意哦 你千万不要用 你有没有注意到 刚刚我这样按run 一个irs的sample 他就要run个三秒 变相多的时候 个案多的时候 这个 他要的时间是不是就更长 好 我这边考大家一下 变相多 要的时间比较长 还是个案多 要的时间比较长 谁讲变相多 有没有人觉得是个案多 哎呀我好失望啊 是个案多要的比较长啊 我们的求解目标不是 找的是每个个案的 拉个朗日 陈述数吗 变相多其实影响不大哦 你如果是小sample 变相多 小事 多sample 变相少 这个事情问题比较大哦 这个一般的 统计方法完全不一样 好不好 可以吗 好啦 有点失望 不过 这边就是大家要理解 这个 拜托大家可以去 就是 呃就是 呃 我们今天的课真的是很长 内容很多 那 其中数学的过程 你们现在一定是有听没有懂 对不对 再回头review一次 再好好的看一下我们的练习题 然后听听我讲的话 也许就可以知道说 哦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好不好 这个是最佳的超参数组合 所training出来的model 你可以看到他的performance果然是非常好 这样可以吧 OK 来做一个回家作业 上一节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先用 那个 呃 逻辑之为规做手写数字分类 做出来的准确度 test sample准确度 33% 对不对 接着用决策数 是不是百分之一几 用random forest 是不是百分之九十五 好请你 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做 然后我这边已经把超参数组合给你了 超参数组合长这样 请你做 我只能说理论会更准 好不好 试一下 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 呃 你们不用太认真啦 就做做看 好不好 试着做一下 这个 我们下节课你只要告诉我数字多少好了 为什么不用太认真 因为下节课我们会教一个更屌的 好不好 因为support vector machine 毕竟这是一个被淘汰的方法 对不对 好可是啦 注意哦 support vector machine在2012年以前 当然 现在各位所处的时代 已经是一个深度学习的时代了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就是一个被淘汰的方法 虽然它很复杂 数学很难 深度学习的数学 远远没有support vector machine复杂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下一个学期 如果你们愿意上深度学习的课程的话 你们会觉得 那边的数学比今天简单太多了 今天太多东西 当然也是因为我没什么时间上这个东西啦 好 2012年以前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是非常 是最强大的 预测公式建立方法 那 但是啊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显然 所作用的方法是 这个 特征 以特征来做 以数值做预测的 不是以影像来做预测的 所以影像 必须要先透过一些 特征萃取的方法 就来说 把每一张影像的 这个平均灰度啊 这个灰度变异啊 这些东西 抽取出来之后 再用这些特征 去做 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运算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啊 在未来 下一节课开始 我会教你们 人工神经网路 首先我会先教你们基础版的 然后再下一节课 我会教你们 卷积神经网路 影像版的 卷积 那个人工神经网路 那个都只会教一点点 真正比较深入的课程 我们就是博士班的课程教 好不好 那今天 我们就很高兴 就是学会了 support vector machine 你们 如果真的 数学怎么样 就是听不懂 好歹还会用套件吧 会用套件 training 会用套件预测 这是最minima的要求了 好不好 再进阶一点 套件预测完之后 可以用套件 里面的东西 做推理 predictor自己写 这样可以吗 好我们今天 上课就上到这里 我不希望你们 今天会有任何问题 好不好 那就这样子咯 下课了 好吗 可以吗 好就这样